字幕提供 我们就看到出现一个所谓大量的状况 那是不是代表它的底部真的已经完全成型了 基本上我先给大家say no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其实做股票的话 我知道就一般投资朋友而言 刚刚浩哥所介绍 不管包括什么宜特这些股票 强势股 你们不可能去买台光店宜特 你们认为强者有机会转弱 你们希望弱者转强 可是要了解为什么一家公司 它的股价是相对大盘弱势 因为最主要原因来自产业上面的状况 基本上的话 之前的一个所谓华雅科的爆点 是传出有关于中国大陆要生产低润 而这个东西也得到一个证实 中国大陆真的明年要开始生产低润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来自于 不管包括所谓的海力士 三星在整个低润市场上 出现大幅度的到货 那为什么大幅度到货 我在上个礼拜也跟大家报告过 因为最主要原因的话 来自于三星它出现手机 大量的一个所谓库存 而且它也看到中国大陆明年要生产低润 所以说它大幅度到货 导致美光也调降财测 跟未来的一个所谓产业的愿景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愿景来看的话 应该没有这么快落底 你当然可以跟我讲说老师 可是如果说单纯看华雅科的一个本益比 今年第一季赚一块一 我用最简单一块一乘以四 那目前的本益比才五倍六倍 可是问题呢 如果就技术面的一个所谓角度 我反正要建议大家一件事情 它既然已经连续两根红K棒都出一根大量 这两个红K棒的低点 绝对不能呈现一个所谓有效的跌破 因为跌破的话可能会引爆另外一次多杀多 毕竟所有的融资全部都卡在里面 那第二档股票只是相反的图 就是8086的宏杰科 那宏杰科呢 其实导播我们把图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过去 对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到宏杰科 它是一张非常恼人的一档股票 怎么讲呢 如果说单纯就最简单技术面 你只要每一次看到一根黑K棒 每一次看到一根黑K棒 形成了一个所谓跌破 你跑去放空 你每次都被嘎空 现在宏杰科它是台北股市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档所谓的嘎空股 那你说这张股票的话 昨天一根长黑K棒 今天一根红K棒 是不是代表它也出现了一个弱转墙 基本上我比较相信一件事情 目前如果说我们单纯就 从投信的筹码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呢 投信已经开始慢慢调节稳貌了 然后转进245的一个所谓全新 那只是说呢 如果说就成交量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比较担心说 这边这一根长黑K棒的成交量 已经太大了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 你要把红杰科当作 它是走一个所谓相形区间的 一个所谓震荡 毕竟就成交的角度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一波的一个所谓聚从量 已经掉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代表目前就整个法人 就主力作手而言 他们不太玩了 那法人主力作手为什么不太玩 因为他们已经赚太多 所以说在目前的话是持股续暴 可是就一般散户投资朋友而言的话 你们可能说很多人跟你讲说 哇 红杰科有机会嘎空 可是问题呢 我是觉得这根大量区的周转率 已经这么样的高 要再往上做一个所谓突破 它是有它一定的一个所谓难度的 所以说代表的一件事情说 我所讲的 弱转强 不代表你真的可以去买 那真的可以买的股票的话 我就挑到6146的一个所谓的更新 那更新其实跟宜特 它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而且更新在我们 88理财友邦的第一集当中 我就跟大家报告过 因为其实在电子股上面的选择 你尽量去选择基本面好的 那什么叫基本面好的 你去寻找那种三绿三升 不管包括毛利率 不管包括营业利率 乃至获利能力 都呈现一个三升的状况 那你也知道更新也好 宜特也好 他们是做一个所谓检测 对 从之前的手机检测 到后来的市机检测 这包括车用电子的检测 那你知道车用电子 现在是所有的电子厂商 都想卡位的一个所谓区块 所以说就整个检测的区块来看的话 我觉得长线 它是可以特别做一个留意的 好 这些是在入整强的地方 那强者弱的部分 是不是也叮咛一下呢 好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看第一档股票百合 看到这档股票觉得好讽刺 那其实讲到讽刺的时候 我记得今天好像有一个 中文讲得很好的外国人 他又调高台湾的一个什么 目标价到什么1万5 1万6 可是另外一家外资券商 又调降台湾的一个目标价 搞得大家七文八数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很讽刺就是9938的一个百合 在两天前 外资还调高它的一个所谓目标价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说 现阶段有关于运动 这一个所谓区块 不管包括自协的 不管包括机能一的股价 都算是不错 可是如果说就技术面的角度 你要特别特别留意 它真的已经转弱了 它已经正式跌破了 一个所谓上升轨道线 也跌破了一个所谓季线的支撑 代表过去60天买百合的人 都呈现了套牢 所以短线上有一个所谓多杀多的 一个所谓疑虑 你要特别小心 好 先谢谢谢总 这是在一些将会弱准强的地方 保重时间继续 要请我们陈浩哥来帮我们掌握一下 当然陈浩哥这里头的话 特别低名 太阳能族群 上个拜留个伏笔之后 果然是连续型的标高 接下来呢 是 事实上 我一直提到就说 获利是绝对 是股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强调的获利 是指未来的获利 而不是强调现在的获利 所以你要特别去留意 有一个族群 如果已经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而且它确实有机会 油亏转营 这时候股价会先行走在前端 所以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都有提到 针对太阳能族群 要特别留意它的报价 已经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油记得在上礼拜 我已经说它不跌而已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报价一次的 太阳能报价 在这一个礼拜 已经产生正式的上涨了 我们来看三个族群 我们要看 特别留意 它整个族群 都是在于报价上涨 我们看下一个 有一个太阳能 我们做的 这个很低个 10.3D 帮我们做的一张图表 这是所谓的集邦科技 包括太阳能报价里面 也有的一张个股 订单回轮太阳能 洗银H2 忘记 下半年的忘记 其实你去看看 现在营收已经慢慢上来了 包括今天提到 生涯歌创下46个月的新高 对不对 你看看 多金系 最上游的多金系 均价已经上涨了0.64 矽晶元 0.851均价 它上涨了0.12 电子Seller的部分 0.3 上涨0.32 或许你会说 快期时 好像没有涨很多 对 没有涨很多 但你要知道太阳能本来是不断的跌跌跌 跌到紫跌之后 首次往上走 那代表什么 当报价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整个族群 你要注意 它已经产生了整个族群的往上涨 而且现行架构里面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 看看最赚钱的 之前整体族群比较赚钱的 6244的茂迪 你看茂迪的现行架构 这条叫做季线 有没有站在季线之上 有 好 我们再来看看 3576的新日光 这一档 今天一样 站在季线之上 而且我提到 太阳能族群 原来投信不大敢买的 今天新日光 是投信买超 10名里面的第9名 换言之 投信已经开始 针对新日光 这一档个股 已经开始认同了 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 3514的玉金 你看看 更早站在季线之上 我们再看看 中美金 矜金远的中美金 你看看 它也渐渐地往 这个季线来靠拢 今天最强的一档个股 叫做绿能 3519的绿能 你看看 直接往上跳轰 所以例如是这样的族群 你看看 有没有注意到 我提到的 电磁端的 其实走势是比起 多精细跟细菌也比较强 所以拉回同时 投资朋友要特别留意 刚才我提到的 投信新买的 新日光 包括帽底 包括生阳科 生阳科 也走势非常强劲 你看 生阳科也是站在季线之上 所以刚才提到的 几乎电磁都率先 站在季线之上 这些族群 拉回要特别留意 除此之外 我们再看下一档各有 那整个太阳能族群 都可以留意之外 我们再来看看 自观 刚才的 我们组的里面 这支鼓票 但他来不及讲 所以我来讲一下 我为什么讲说 放暑假概念有 你要注意 现在暑假开始进去了 对不对 有哪些族群 你就想 暑假暑假会长的 第一个 食品的饮料 对不对 第二个族群 就是比如说飞机 大家都要去 雄狮 起到变了 凤凰 好乐地 如果起到 买冰的 买冰的 如果受机会 对不对 你看 卖冰的都有机会 所以我说食品的族群 对不对 包括很多的 都是在食品类鼓 买冰的都有机会 好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今天整个族群在动的 有那就是游戏软踢鼓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心象走势如何 我这个心象不错哦 你看你看 打这么久啊 对不对 整理这么久 今天一根红铐 重新突破 季限制上 好 既然这一档 心象往上冲 我们来看看 网龙 有没有涨 有 今天的如果说当日的走势图 网龙 有没有涨 有 好 今天 油的盘 除此之外 看看橘子 有没有走 橘子 有没有走 有 对不对 好 看看自贯 有没有尾盘都在走 有 你看 所以这整个族群 是第一天 所以回过头 既然游戏软踢鼓要动 快去是 现在游戏软踢鼓 都在地步 我们要换得起 我只有讲一句 我要看得到数字 就有赚钱了 有赚钱了 赚三块就是自贯 看好六月一说 我们看看 他有没有赚钱 有赚钱 看股价低不低 这个应该是 也是 拍一张 拍一张 如果说 套一句 总的说 三天不过低 这已经不是 三天不过低了 只两个 两个 都给起来 所以就给起来 伴随着旺季来年 六月 营收应该有机会 比五月好 不止六月营收 比五月好 七月八月 更不用讲 一定比六月好 所以这个族群 我觉得可以留意之外 所以我们在的 抗云党个股 叫做 这个华航 这个我说 我要特别提 为什么我说 要特别提 今天投信买超 第二名跟第三名 就是什么 就是华航跟 长荣航 我们大厦 长荣航的 一条K线 长荣航也是 你还记得吗 当时一直的破底 破底股掉下来 刀子 我说 没有人敢接 当时我怎么说 我说 唯独我对长荣航 这一党个股 掉下来的刀子 我敢接 对不对 当时我们怎么说 我说 因为它不好 是MERS效果 第一 第二个是Q2 是它的弹劑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留意 所以你看看 华航这档个股 你看在这里往上 所以这些个股要特别留意之外 最后一档个股 为什么 因为我这档个股要稍微提一下 那就是6294 这档个股 为什么我要来这边跟大家交代 麻烦6294的K线心态 这一天 我记得我在这里讲 我说我要讲 大涨之后 不会这样做 肩头反转的个股 我说在这里 你可以强短 这一天是多少 一样是在端午节 那一天 我说肩头反转不会 对不对 有机会往上走 当时是121 今天是说到少 今天开涨停是177 所以短线已经涨了多少 10个交易 涨了将近50% 投资朋友 这一档个股 如果以10天来算 我想这一档是最大的标股 所以来到这里的 如果说理财友方的观众 有买到来到这里 我觉得10天坦50% 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要跑 提供给大座 好 非常谢谢陈奥哥 那么把握时间 请教育兄部分 也帮我们来看一下下 在这里头一些各种题在身上 红准正威 这些弱转强的股票 我想在今天的股票当中 因为弱转强是一个代表 不过因为红准 应该算不算弱转强 那红准这个基期的部分 我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选股的逻辑 因为即将要公布6月的营收 所以6月营收起来之后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为什么红准在过去这段时间 从整个股价趋势往上走的 其实它在YOY 就是月营收年增长率当中 它都是产生跳躍式的成长 比如100 149 163 类似这样的成长 所以它的股价可以持续往上走高 不过它的成长率是从去年的10月开始 所以换句话说 在今年的10月月营收 如果大约持平的话 它的股价的涨势就会稍微的趋缓 像大力光 大力光不同 大力光是高级期过了之后 不断的继续往上冲高 所以它的股价一直往上冲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红准 所以红准这个情况 我可以做一个比对 因为像包括 导播先帮我打一下 这个5264的凯胜 我想在饥渴的部分 就这三档做代表可乘 红准还有这个F凯胜 但是F凯胜是这三档当中 唯一月营收 没有办法持续的YOY持续成长 所以它的涨势 虽然同样的题材 但是这个涨势就稍微比较点弱 那我们回到刚刚前面的画面 那这边我大概提几档 比较特别一点的个股 因为这些股票 接下来四档都是 近期稍微弱势一点 我们看一下F美食好了 那F美食的部分 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地方看起来 稍微说起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季线已经开始 往上走高了 这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就是 它在月营收成长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都持续15到20% 每个月都是这样子 稳健的一个成长 那当然在它现在把这个 台湾的85度C改成二代电 还有在这个世界各地都有展电 大概到850加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认为它过去的这个状况 当然这边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压力区 那这边季线往上走高 时间稍微再拖久一点 还是有机会突破这个高点 当然还要看接下来月营收的一个状况 那强转弱的部分呢 我大概稍微提及档 因为这个可能会给大家一点点的失去一点 就是有点点 手中有的这些股票可能稍微失去一点信心 我们先从这个加联益看起 那因为这个PCB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K线图 加联益的部分呢 其实也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可以发现这个地方20.5 已经其实经过了腰斩 之前到48块左右 那股价呢从这个地方做反弹 但是它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在今年的1月2月3月的这个月营收呢 是YY是属于成长的 但是它去年的同期是获利 但是今年的第一季是亏损 所以营收成长的部分呢 投资朋友还要多注意一下 有关于它这个获利的部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好再讲一下 那神达是比较特殊的 神达 这边我月营收当然是持续成长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来看一下K线图 那这就是比较技术面的角度了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在长红K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黑K 再出现了一个跳空 这个部分是属于 在技术面上的一个反转讯号 是跳空反转的讯号 所以呢股价在这一段区域 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压力 换句话说呢 这个月营收在下个月 在公布6月的时候呢 必须还要持续成长 因为在5月份大概40%左右 那6月的时候还要再成长 那我们再回来 我大概大致上今天把 几的重要股票 我都会稍微提一下 那在这个亚太电的部分呢 亚太电的话 因为在董监改选过后呢 这个两支涨停板过后 股价就转弱了 然后在这边进行一个整理 不过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是在它的月营收 还是持续的衰退 所以这个部分 有关于强转弱的部分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非常谢谢 这是在家康兄所做的定理跟解析 我们赶快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上锁定的是 财富夜文团 我自己有自己的三四十档了 古养是最单纯的东西 为什么要说到呢 求到是要这么不敢 古养如果钓钓就能带出的味 我们才就做到最辛苦 我老爸说其实养牛很简单 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 我们在养牛 牛也在养我们 可是最简单的一件事 做起来却是最满的 天还没亮我们就出门了 去割草 去喂牛 台风天 还是过年 不管有什么事情 我们一定还是要先把牛养好 林凤颖真的很单纯 就是鲜奶 如果你们怀疑 来我们中的 要有一些五年 回去用电锅滚滚滚的 有两个比较的 特别是一模一样 今天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用心做好每一瓶 林凤颖 日盛国际精品 年终行回出清 时尚最杀GIA国际认证 一颗阿美赞全面98000 百万精品一折起标 7月2号到3号 早上11点到晚上8点 原林立即酒店 五楼立即厅 抢购转线 0800 268 777 德国百灵油 可有效舒缓头痛 肠胃不适 及感冒引起的呼吸不顺畅 德国百灵油 随身必备的舒缓专家 德丰健康馆 我是Dr.CYJ 我找到活络毛发的重要方程式 关键生态技术 能强健发跟复活毛发 Hairkeeper 头皮守护者 Dr.CYJ 法生态 日晨国际精品 年终行怀出清 时尚最杀GIA国际认证 一颗阿美赞全面9万8 百万精品一折起标 7月2号到3号 早上11点到晚上8点 原林立即酒店 五楼立即厅 抢购转线 0800 268 777 你若不习惯感冒药水 有露安 薄荷口味 气阔门 淡薄滴 淡薄凉 淡薄香 有露安 具感冒头痛 真有效 有效是当然的 好喝真是高兴 感冒头痛 有露安 薄荷口味 酷 回到现场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资券最新变化 数据 10亿 增加10亿 那上位也增加 上市融券减0.08万张 但上位是增加 0.08万张 好看起来小震小减 不过上市部分融券增加有10.49亿之多 好接下来 谢总的部分的话 帮我们掌握一下 各种题材 德利 广民 海华 康书哥 F预期 好了第一档股票 1464的一个所谓得利 纺织股的部分 刚刚浩哥已经交代非常非常清楚 现在纺织股的话 可能短线上的话 不要说它盘头 应该短线上 应该会陷入一个所谓 箱形上面的震荡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 如果说有再回测 往上去谈到33块钱的话 你应该逢高站在调节性的方向 那至于说6188的广民的话 那它在主底 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今天突起来拉出 一个所谓的红K棒 而且我们看到三大法人 开始出现的一个所谓 转卖为买状况 可是如果说 单纯就产业的一个所谓 愿景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光碟机这部分的话 它是有它一定的一个所谓疑虑 所以说你要去观察 今天这根红K棒法人进场布局 那会不会出现攻击的 一个所谓连续性 或是它又跟红达电一样 拉出一根掌停板之后 马上出现休息 这方面要特别留意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会抓今天这根红K棒的低点 当作未来的一个所谓停存点 如果说真的不幸跌破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采取一个换股的动作 那同样3694的一个所谓海滑 只是来自于所谓的市基上面的题材 其实现在台北股市操作难度很高的地方 就在于说 你每每只要看到 一根所谓突破K棒 隔天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开高走低 而且昨天海滑是呈现开高走低 爆大量的状况 也代表23.25已经呈现短线上的 一个所谓箱形的 一个所谓顶部 但同意它可能介于说23.25不过 可是大前天那根红K棒的低点不破 做一个所谓箱形区间 所以说你大概可以采取一个箱形区间 做一个所谓操作 那第四档股票6282的康书 其实这档股票我也觉得非常非常头痛 为什么 其实康书它的题材非常非常的多 那之前的话 如果说你在看报章杂志媒体的话 都有在介绍它所谓的一个所谓燃料的 一个所谓电池 可是每次只要报纸出现利多股价 反正先往下跌了一大段 那你说这一次到底有没有办法 出现一个所谓主体上面的成功 基本上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 因为第一件事情 它现在目前走势相对大反弱势 这些事情 如果说就三大法人的角度的话 目前法人还是站在一个所谓调节系的卖方 所以说基本上 如果是同样是Tesla 一个所谓相关题材的话 我觉得不管是茂连跟核大 应该比康书来看的话 算是比较好的 那最后档股票是9802的 一个所谓F预期 那当然上个礼拜的时候 浩哥有提到有关于所谓的 整个水资源概念股里面当中的 自协机的一个所谓潜付 只有你看到今天潜付的股价 还在创波段上面新高 因为它是做一个自协机 所以说如果说就整个新的 一个所谓运动题材 乃至于自协概念股的话 我反而认为说 潜付的一个所谓的基本面 乃至于它的技术形态 相对预期来得一个好 所以说你不妨可以做个换国动作 好 非常谢谢文文 那么浩哥的部分也是 齐邦 新日光 汉翔 齐鸿跟景硕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档各股 叫做齐邦 齐邦今天外资 麦潮是第一名 是哪一支 就是齐邦 你看他跌破所有的均线 外资今天开卖的第一天 跌破所有的均线 所以就不用讲要不要卖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第二档各股叫做景硕 这档各股其实你可以看 之前的连续的一个下跌 是属于融资的断头 所以筹码渐渐的干净 但是它基本面仍然没有好转 所以来到90块以上 季线的反应 加上之前的层层套老卖压 我个人认为来到季线附近 仍然应该站在八党的一方 那第三档各股叫做汉翔 其实汉翔我们现在最大的题材 就是从他的七月以后 有机会增加外资的 这个所谓的投资比重 但是目前来讲 股价是呈现的一个压回 但是我们要特别留意 仍然守稳在季线之上 所以在季线这里 应该是站在一个比较偏多的方向 但是往上来讲 还是应该是站在卖方 那另外有两档各股 这两档各股 我是认为基本面 是仍然有好转的现象 第一档叫做新日光 其实投资朋友看看新日光 刚才已经有琢磨很多的 虽然他的营收在五月份 仍然没有起来 但是投资朋友 太阳冷的族群 低润族群 面板的族群 都不是看到获利之后 股价往上涨 他都是报价先走 来在营收之前 来在获利之前 所以报价一回升 一好转的话 这个族群就要特别留意 所以新日光 我认为应该可以站在买方 那第五档各股叫做齐鸿 其实也可以看到 今天齐鸿也是属于法人 买超的前十档之一 所以他重新规定 站在买方 而且股价又重新 站回均线之上 拉回仍然可以留意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非常谢谢浩哥 接下来将军部分的话 系码 邦特 强螺行 大将跟强茂 其实这五档 都有共同的特色 就是在这个K线上面 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压力讯号 那我们先看系码 那系码做连接器 在这个月营收YY的部分 除了三月份 稍微有点弱之外 其实在YY的部分 都呈现了 比较大幅度的上涨 但是他要特别留意 他在过去的 这个获利数字上来讲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转正 所以在目前看起来 技术变相的角度上 前面的21块这块 这个位置 是有比较大的卖压 那第二个部分 是这个邦特 那因为邦特算是一个 在过去两三年前 曾经起死回生的一家公司 掉单之后 后来把小厂 全部补过来 那在这个YY的部分 下滑 那当然就是在 前面的116块 这个位置呢 是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反转讯号 所以116块这个地方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一个反转区域 以他目前的营收状况 看起来的话呢 这个116块目前 短线上看起来 不太容易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2618的长荣行 那长荣行 其实航运股 还是属于这个景气 循环股的范围之一 那当然在短线上区间的 角度来说呢 在25块以上的压力 是蛮大的 那以他目前的这个营收状况 看起来似乎有成长 而且暑假 刚刚浩哥有讲到 这个暑假概念股 我觉得这个部分 短线上可以留意 但是上涨在23块 这个附近就先见到 第一波的卖压 这边让大家做参考 那另外呢 1453的大将 那我认为仿制股 这个部分呢 应该所有的利多题材 应该该发酵都发酵了 那前面这一块15块3 跟刚刚的这个 这个邦克一样的情形 就是出现了一个 高档的反转讯号 所以在15块以上的压力 是非常的大 那现在目前急速下跌 量虽然缩掉 但是上涨压力非常明显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2481的这个强茂 在整流二级的部分呢 强茂呢 在YY的部分 其实不是很理想 在5月份也好 或者是4月份还好 都是呈现年增长率 衰退的一个情形 尤其是 以目前K线的角度来讲 在12块这边呢 遇到比较大的压力区 那上档呢 还有一个15块的反转 再往前面一点的地方 有15块的反转的讯号 所以以这个强茂来讲 目前营收看起来不怎么样 而技术面上 又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呢 短线上如果有反弹 我建议 投资朋友可以 站在卖方做考量 好 非常谢谢家长兄 那么也把握时间 我们要请文的部分 来帮我们看一下 明天的关盘重点 好的 那么如果说 从今天比较奇特的地方 就来自于外资的部分 外资今天在期限 或同步站在卖方 那刚刚所公布出来的融资数字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所谓状况 那外资期限或同空 会不会他们比较担心 就是说现在如果说 你观察希腊的一个情势 变得越来越复杂 等同于礼拜天的公投 我们看到不管是 赞成留在欧盟的 或退出欧盟各承现 一个五五波的一个所谓状况 那会不会外资开始担心说 希腊会不会出现一个利多出境 而开始先行做一个落跑 所以说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持续观察 明天外资是否在期限或同步 还是站在空方 第一件事情来自于平盖股的部分 我倒请问大家 平盖股往上做一个所谓攻坚 可是今天不管包括台郡 不管包括2354 红嘴一起火的情况之下 反正在台北股市 今天出现只能涨4点 而且成长出现萎缩的状况 也代表这个苹果概念股的话 它具备一个所谓的信心的指标 具备一个所谓撑盘的要条 所以说在今天不管红嘴台郡 他们是收一根小黑可以棒 我观察明天这两档股票 到底有没有办法 出现强力的一个所谓反弹 毕竟就从满面的角度 比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 红嘴跟台郡 今天的投心是站在买方 可是外资却毫无保留 做一个大幅度的调节 所以从满面的话 可能会出现 明天出现一个多公三分记账 第三件事情的话 我们都知道明天礼拜 要收周线 那假设呢 真的今天晚上美国股市跌 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 9305点 它是多头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守点 我觉得明天是有机会守住 如果说明天有机会守住的情况下 下礼拜最烂状况 就是做一个箱形上面震荡 可是当它往上急拉的话 我认为9431点是空方强压 所以基本上短时间之内的话 我觉得9431不会过 9305不会破 你说老师为什么区间这么小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来自于大盘的量说 7月份出现出息 大盘量说它是一个常态 所以大家先把它当做区间操作 好 这是三位老师给大家 今天在理财友方的操作 好 待会我们九点钟 要播健康友方 那我们常常提审的时候 不外乎是会喝咖啡跟茶嘛 对不对 喝茶举手 你们都不喝茶 都喝咖啡吗 都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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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来想要问你们说 臭泡茶是什么茶 葡萄茶 诶 那那个臭泡 那个臭泡是不是正常的味道 有点喝咖啡 你就用臭泡 臭泡是吧 诶 甘甜甘甜的 甘甜就有一种味嘛 对对 一种味 应该喝过臭泡茶 有有有 那臭泡茶那个味道 对 你觉得是对的吗 是不是正常的吗 正常哦 对啊 大家都觉得正常 你觉得正常吗 应该不正常吧 不告诉你们 不告诉我们节目 当然了 诶 喝咖啡说可以保安 但是听说又会让你胆固醇增加 真的啊 不可能啊 我是提神 对啊 你不是觉得会吗 诶 就很多人都说会啊 好 所以呢 这个待会解答就请你继续看 我们的健康友方 健康友方 那么理财友方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第二天好方